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那麼好呢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你今天和我們講青光眼 是啊 我相信青光眼大家都聽過的 一般人都聽到青光眼就覺得 這個挺嚴重的眼疾問題 青光眼一般醫學上的觀點 就認為青光眼因為眼壓過高 是導致眼神經受損 嚴重的青光眼可以這麼說 很快可以令到你眼睛慢 但亦都很多人被診斷有青光眼 就開始服食藥物和滴眼藥水 但問題是 相信一般人都對青光眼的形式 都認為還是不能治療的了 如果有這個病 你只能夠一輩子治療 但青光眼是否真的不能治療呢 是否真的這樣呢 原來在治療醫療的最近經驗 和發現 原來青光眼 有很多人出現長期的問題 那青光眼是不是眼壓高的問題呢 最新的資料顯示 其實青光眼不是眼壓高的問題 那麼簡單 原來很多人有青光眼 是完全是眼壓一點都不高的 所以我們過去就醫治青光眼 拿藥或者眼藥水 盡量將眼壓降低 而從而一點都沒有令青光眼改善 或者醫得好 是證明其實青光眼 不只是因為眼壓高 而是盡量只懂得將眼壓降低 可以說是對錯症的 所以令青光眼到最後來說 結果都不能治療 好了 原來青光眼的主要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那個視力神經 那些血液循環是出現缺血 因為那個血液循環 滋潤我們那個血液循環是出現問題的 就不只是眼壓過高的 但當然我也知道 在日本一個最近的研究 他就用一個47位病人 是有正常眼壓之下的青光眼 OK 那發現就比較44位對照組的病人 來到比較 其實他是有青光眼 但是完全是沒有眼壓這個問題的 那發現原來這些有所謂青光眼的病人 其實他是維他命的 Ascorbic acid 維他命C 是缺乏的 是低很多的 對一個對照組是低很多的 那在這個日本的研究也都發現 除了他們的有青光眼的人 維他命C 是少了 他還有一樣東西 就他的那個尿酸是都比較高的 那所以 那結果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就用大量服食維他命C 那維他命C 也都本身 也都可以這樣說 是減低那個眼壓 這類的問題的 那所以這個是日本的研究 其實原來 青光眼是因為維他命C 缺乏過低 就不一定眼壓高的 那在美國有一位很出名的醫生 是Dr.Condro Ed Condro 那這個是一個世界出名的眼科醫生 本身是一個眼科西醫醫生 那他發現青光眼其實是一個視力神經血液循環脫血的問題 就不是跟那個眼壓是引發的 那當然啦 當你的血液循環是差的時候 那如果你眼壓是高 當然是會對它是有壞的影響 那發現其實很多時候的青光眼的病人 眼壓是完全是正常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最重要是要了解到 要治療的方針是怎樣 是怎樣把那個眼底的那個血液循環 是改善回它 就不是呢 就只是把眼壓是降低 因為眼壓高其實有很多因素 那可能是跟那個那個導致青光眼 其實可以是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那這位Dr.Condro 這位是眼科醫生 那他將他這個新的發言 去講他如何去醫治 曾經在外國 在這兩個國際的研討會裡面公佈了 那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開始用一種微電流 一種特別的固定頻率的微電流刺激 還有加寫光療 光療 用光療的方法呢 是改善我們那個那個 那個視力神經的那個血液循環那方面的 那他發現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他可以是短短三日裡面呢 是將那個那個青光療的問題呢 完全改善了 那所以呢 其實青光療是可以治療的 不過你最緊要呢 是要正確的方法呢 是懂得去治療的 好了 那他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那如果我們將自己拿手指 壓我們自己的眼球的時候呢 那你壓一壓沒多久呢 你發現呢 你的視力會模糊的 是呀 那很明顯的 這個壓力之下呢 會令到你的那個視神經 那個循環系統是減弱了 那也都當然了 你壓在眼球上呢 眼球當然會暫時的變形 那所以罪光啊 焦點那方面呢 其實都可能是會直接受到影響的 那那但是呢 他 Dr.Condro的經驗呢 其實他發現呢 百分之六十的病人呢 是被認為是有那個青光眼呢 其實呢 是完全是沒有因為 因為跟隨了正確的準則呢 是證實他真的有青光眼這個問題的了 好了 那如果大家要去 要測那個青光眼呢 其實呢 就不應該只用那個眼壓的方法 因為現在傳統的眼科醫生呢 都是用那個眼壓的方法呢 來測試有沒有青光眼這個問題的 有沒有改善的 那通常呢 就是拿藥是降那個眼壓的 那 Dr.Condro說明呢 其實這是一種錯的方法來的 那我真真正的要測呢 就用一種儀器呢 測試一下呢 到底那個眼神經那個視力 那個視野方面呢 是有沒有有沒有損壞 就不是呢 就只是來到來測試那個眼壓的 那他有一種的新的工具呢 叫做OCT Ocular Coherence Tomography Ocular Coherence Tomography 一種一種一種方法呢 是專門呢 是幫你看一下我們那個腦神經 那個那個設塵那裏呢 是可以直接可以看一下 到底我們的視力有沒有有沒有減退的 那這些工具呢 可能有些比較設備比較好些的 二眼醫生呢 或者二眼醫學博士呢 其實他可能都有這些這樣的設施 那所以呢 你真真正正是要量的呢 就是量那個視野 那個視野各方面的那個 那個準不準確 看東西真不真 那個那個對照 那個contrast是好不好 就不是呢 就看那個眼壓有多高 那這個是他的經驗來的 那他也都發現呢 原來呢 很多有那個視力出現問題的人呢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他很多時候呢 尿酸都會比較高的 那就是說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維他命C 那個進食量不夠 脫發維他命C 那還有呢 那個尿酸呢 都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呢 主理的方法呢 應該是怎樣呢 他就會建議呢 就是用大量的維他命C 那怎樣用法呢 你知道維他命C呢 是 在高劑量之下呢 會引起輕微的土舍的 是 那他都建議呢 我們應該呢 是用維他命C呢 是 即是 但那兩個人會進食量呢 都可以進食量內 以後呢 那是便是 很多人都會用到 是 那當然啦 如果我們喝時間 就是 吃多些 新鮮的 生的水果蔬菜,比如一半或者四分之三 我们的入常的每日的食物,都是这一类的食物 当然我们也是从中,食物里面是吸收很多维他命C 还有很多我叫Bioflavonoid,那个生物黄铜类这方面的 这个也是保护我们那个眼睛是不至于受到损害的 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用什么颜色 用什么光色去处理,原来我们在Dr.Condro的经验 他会用一种黄的光,我们大家知道黄光是帮助我们的肝状 在中医来说,肝开效于木,即是说肝是一个器官 是跟我们眼睛的健康有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光,用黄色的光,你说黄色的光怎么制造出来呢? 其实很简单,有时候你可以去一些文具店 你买一些透明玻璃纸,做手工那些 有些是很黄色的,黄色或者绿色这两种颜色都可以用的 那你买这些玻璃纸,就把它包起一些我们叫做全光谱的灯泡 那这个在我们的健康店,我们都要有的 一种座桌的,一个座桌的台灯 那我们用是一种全光谱的 那当然,如果是一种讲究的做法 如果在你家里可以晒到太阳 那你可以将这些黄光的纸,黏在玻璃那里 让外面的全光谱的太阳晒入屋的时候 就会将黄色的光色可以照到你的身体 那当然最主要是头部 那如果你用这一张全光谱的灯 那只不过是将这个灯照在身体或者头部为主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除了这方面,我们都说其实问题是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有什么可以加强我们的血液循环呢? 就是那个我们跟大家以前也介绍过 就是那个纳豆,Natal 日本人就很流行吃纳豆 所以日本人,可以这么说 那么多年来,近代是最长寿的民族 那他们有一种的习惯,很流行吃纳豆 发酵的纳豆 那我们可以用纳豆,或者用纳豆素 那一种的营养工具,就用那个绿茶素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很有效的抗氧化剂 那除了之外呢,也有些医生就用那些chelation 就是一种钳食的治疗 将我们的一种静物抵住的方法 将EDTA打入血管里面 将你的身体重金层炆出来 那据我所知,原来香港都有很多医生做的 我初初以为都很少 原来最近我都听到,也有几十个医生做这种工具 当然它也很低调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所谓正规 传统的主流医学的供应方法 所以很多医生在用的,也是比较低调的 那这个也是一种简单的工具 那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叫做养分疗法 那Dr.Condro就用一个方法很简单的 他说呢,如果我们将我们用一些心理盐水 那心理盐水,大家其实都很容易在那些药材店买得到的 是,药房买得到的 那就一一瓶瓶的,差不多都是一个厘米那么大的 那你用一些心理盐水 那心理盐水基本上呢,大概是0.9%的 就是纯的盐 那我们就将心理盐水,是将它是过一些臭氧 用一些臭氧 我相信香港在市面上,有很多人都可以购买得到 用一种臭氧的淨化水的臭氧机 那有些人就会将那些这样的臭氧机 将那些水就是臭氧化它,用来清洗 那其实如果大家有这些这样的简单的工具呢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臭氧机呢 将那个心理盐水呢,是冲一些臭氧下去 冲它可能十分钟啊,几分钟啦 那这种的盐水呢,就有很多些臭氧在那里呢 可以是一种滴入那个眼的那方面的 那在我们的诊所里面,过去都有些青光眼的病人 那当然呢,我们很可惜呢,大部分呢 找我们的病人呢,都已经被西医做过手术了 其实已经做到很多破坏的 那我们才有机会呢,开始用自然医疗的工具去帮助他们的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那我们都是会用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种微电流 那通常呢,我们都建议病人呢,是自己买这个机器回去 因为你要做,一天做很多次的,做三四次啊 那这些仪器都不是很贵的,三千多元 那你自己买回去,是自己可以每天做很多次的 那那那早期呢,就可能呢,每天呢,是做两次的 那到初初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了 那最后呢,就每天做一次 那这些呢,是自己可以做得到 那好了,那除了我刚才有一些营养素呢 除了维他命C,大家可以,维他命C香港很普遍的 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 那你只包括你买一些,用维他命C粉 因为呢,它的剂量高一点,那你慢慢地可以用 那是用量,用到有少少少轻微的轻射 那这种感觉,那就是维他命C已经饱和了 那我也有一个很简,一个很含有二十几种营养素的 一种口喷的营养素 那这个呢,为什么用口喷呢 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年纪大呢 我们的身体的肠脏呢,吸收营养的能力是减了很多的 有些研究发现呢,年纪大的老人家呢 他能够长壮吸收的营养呢,可能减了百分之九十 那所以现在最新的很多的营养工具呢 都是用那种口喷喷剂,喷到口喷底里面呢 来到吸收的,那所以我们都会采用这种这样的工具 那它也有些营养素呢,比如那个那个,那个肉的玉米黄 肉米黄质的Cearsanthin,那种草药呢,Coleus for scoly 那种是印度的草药呢,我们也叫做毛喷笑,那锐花呢 那这种这样的营养素,其中有二十几种的 那我通常呢,就是一种营养素呢,是喷口用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Alpha-lipo-acid,那这种抗氧化剂呢 是可以抗氧,就是水溶性的和脂肪溶性的抗氧化作用的 那我们都用这个的很简单工具,那发现呢,它会帮助我们身体 制造一些Glutophion,和减低我们那个,有些糖尿性的那个白内障 那很多人呢,就是会很容易,这个也是很常见的问题 那好了,那除此之外呢,那个必需要的脂肪酸,有DHA和EPA 那相信大家都听得多,广告上经常都有的 那是用一些好些质素的深海鱼油,那现在最近有些资料说呢 原来呢,鱼油方面呢,其实可能都有些问题的 因为它这些这样的DHA和EPA,可以叫做 Long-chain polysaturated unsaturated fatty acid 因为那种长线的长环,长连呢,那其实呢,它有很多时候呢 会很容易是产生一种叫做氧化作用的,那所以最近开始有些新的资料呢 所以说原来鱼油真的不是那么好的了 那好了,不要紧了,如果是大家不想用的鱼油呢 那可以用的是那些,那个阿麻子油啊,乳建草油啊 那其实它也有很多这些的,就是很有益的,我们叫做脂肪酸啊 那除此之外呢,我有一种敌眼用的工具 啊,sorry,我还要提一提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有一种叫做蝦青素,蝦青素,是Axacenfin Axacenfin,这种是最近发现的一种很强的效果的抗氧化剂来的 那它们那个抗氧化的能力呢,是远远比那些维他命E啊 和胡萝卜素都很多很多倍的,那这个是Axacenfin 那我相信呢,如果大家只能够用到一种或者的营养素 那Axacenfin呢,这个蝦青素是我首选的 那当然呢,其实最好呢,是要多方面去应用的营养的补充剂 那还有一个工具呢,是滴眼用的 那滴眼用的呢,是有一种的MSN,加那个胶性银的水 啊,除了这个,我曾经跟大家介绍的 就用那个Ozonated Saline 就是那个用臭氧处理过的那个生理盐水 那也都帮助滴眼用的 那这些是我们在自然医疗里面的 就是经常用得着的 很好的帮助那个青光眼的工具的 那医生,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大部分 都是一些食物或者是食物精华 那其实同类疗法方面 有些什么可以帮助到青光眼呢? 在我们的同类疗法的二百多年的经验里面 其实呢,它也都很多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疗剂 是成功地处理过青光眼这个问题的 那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可以看到呢,差不多可以有成过三四十的疗剂 是过去可以帮得到的 那或者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几只 比较常用一些,贴着一些的同类疗剂 是如何去处理那个青光眼呢? 那第一个疗剂呢,我们叫做 叫做鹅,是一种金属来的 Osmium O-S-M-I-U-M Osmium Metallicum Osmium 是一种金属 我们叫做鹅 在金字边一个鹅 鹅这个金属的 那我们的资料呢 过去对青光眼是很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它发现原来这个疗剂在眼的症状 包括眼压增加了 譬如,如果你真的呢 青光眼本身真的有眼压增加 我曾经所说,很多眼压是正常的 都会有青光眼的 那眼压增加了 还有视力弱了 Dim Sight 视力弱了 还有是怕光 还有那个结膜呢 在外面那个结膜呢 有点发炎了 那一般的青光眼很多时候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视力的症状呢 就是呢 是青光 看出来的地方呢 鼻眼灯泡那里呢 哪一边呢 就像一种这样的泛光 有光环 那这个阵形呢 都有这个指导的 还有呢 是真真正正的 看到那个羊竹的光是青色的 是 所以青光眼的原因就是 因为呢 真的呢 患有青光眼的人呢 你真的呢 看到那些阳竹那些周围呢 那些灯那些火的那些颜色呢 其实是青色的 甚至乎呢 很多时候呢 是好像彩虹那样的颜色的 那也都有一种 内眼球呢 眼球呢 或者眼球上方呢 有一种神经性的痛 那有时候这种痛都很严重的 是可以导致呢 眼是流眼水的 那你听回这个这样的阵形呢 可以这样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青光眼的 很典型 很典型的青光眼的资料来的 那在同类疗法的疗剂呢 过去的资料都是这样的 首先呢 就是用一种叫做 用人的健康人的 那个验证 实现 那就是给一些健康人去 去用一些的物质 那就可能在健康人 有一些敏感的健康人 是出现病症 那这个就是一种指引 那就是说呢 如果这种物质 比如这种鹅的金属 要给一些健康人应用 它可能呢 是出现一些 可能青光眼的表面症状出现 那于是乎呢 那我们就知道呢 是用这个鹅 这个金属呢 可以医治青光眼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资料的来源 那第二个呢 他可能在临床上呢 发现呢 是可以医治的 就是他可能 某种其他的问题 应用在这个疗剂 那但是同时发现呢 原来那个人的青光眼 同时医治好了 那这个就是临床的经验 那这个也是一个资料库 那还有一个资料呢 第三个资料来源呢 就是中毒 就是很多时候呢 你当然呢 有一种毒草 毒物 或者生癌 那你吃了之后 肯定有中毒的症状 有种病症 那样 那白生癌 那白生癌 如果吃生癌 中毒 起码表面症状呢 就是中毒 会肚痒的 痒到呢 就整个人 就是好像散了 那样的 那也都知道呢 原来白生癌 可以肚射 可能食物中毒 就肚射咯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袁医生会和我们 讲一下 什么疗剂 可以对付青光眼的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青光眼 袁医生刚才和我们提到 其实有30至40个疗剂 可以对付青光眼的 刚才提到第一种是 那种金属的 叫做鹅 其实有没有其他都是很常用的呢 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曾经用了另一个疗剂 叫做鱗 相信大家都知道 鱗是一种金属 一种很容易燃烧的金属 我们看看鱗对眼有什么资料 原来鱗是可以处理青光眼 例如白内障这方面的问题 原来鱗的症状里面 包括我们眼里面那种液体 Vituous 那种液体 有一种 开始不透明的 开始浑熟 那种液体浑熟 也是有一个视网神经 视力神经开始萎缩 那我曾经解释了 其实很多时候 那个青光眼的真正原因 其实不是眼压 只不过是那个视力神经的血液循环 而导致它萎缩 那么鱗也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那个视网膜的retina 里面是有些退化性的改变 那或者是有些血泉 在我们那个视网膜里面的血管 是有些血泉的堵塞 那导致里面那个视网膜出血 那视网膜出血是最常见到的表面症状 就是有些人是突然之间 觉得飞蚊也很厉害的 那其实这个原因 是往往都是一个视网膜出血的 那通常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是那个深度近视 可能成八百度啊成千度啊 那这种深度近视的人 他很多时候眼球是变得比较是 比较是强了的 那所以呢 他在一个视网膜的后面 是很容易脱落了 甚至就出现一些滲血 那这种呢 很容易呢 你突然之间呢 就觉得呢 那个有很多飞蚊的 那 那 还有呢 就是那个视网膜的眼球的 另外一个层面 越来它们 中间那边 眼有些知名乐的時候 会发现 或者眼睛变黄 或者眼� 2017 年轻变黄 或者眼痕 或者觉得 Yep 左边的眼睛好像有粒沙的那种感觉 经常要你搓他的眼睛,搓一下就舒服点 有时候眼睛有一种很热的感觉 有风吹的时候大量流眼水 还有就是怕光 尤其是对光是很不喜欢有光照射 而且有时候手术之后 因为我见到很多病人因为做了手术 令眼睛有多问题出现 有些人是因为瞳孔切除 去割据Irodectomy 可能因为处理青光眼的过程里做了手术 然后情况变得更加坏 轮也在这方面是适用的 也看到有时候眼睛向外边 邪视的眼睛向外弯 眼球感觉大了 很僵硬 眼睛很容易疲 头很容易疲 虽然不是说用眼神多 在正常情况下眼睛很疲 还有眼球周围的肌肉 是有种疲劳的症状 眼盖是冲的浮肿 也有时候眼球附近的骨骋 有种痛 还有眼睛有黑眼圈 在周围有黑眼圈 这个是轮的 在眼方面的症状 在轮我们叫做一种 比较上的叫Polycrest Polycrest是很多症状的 很多情况都适用的 轮有特别人的性格 轮人的体型比较高高长长的 在外籍人士 有很多红发的女郎 轮型的比较多 那些人的性格是很敏锐的 对外周围的发生的事 他是很容易感应得到的 很容易很兴奋 很容易受外界的事影响 亦都很苦同情心 轮型的人一见到有些人不舒服 或者受苦 他很感觉得到的 轮型的人不喜欢行雷闲电 因为他人是很敏锐的 如果游戏小孩 一行雷闲电的时候 他特别害怕的 亦都会怕黑 怕有些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轮型的人 他的性格方面 他很有趣的 很喜欢做按摩 或者做magnetic healing 那种磁力的治疗 轮型的人是很瘦的 轮型的人很敏锐 有时可以感应到 将来会发生的事物 这个就是轮型的人 通常见到轮型的人 你觉得他是很开心 很外向 很容易结交朋友 这个就是轮型的人 当然了 不一定要有这样的性格 才可以用轮型这个症状 在我临床过去经验 如果我们遇到 所谓突然突发性的悲闻 我通常都是因为 磁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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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的 这个就叫做 Fisostigma Venonosa 中文翻译叫做毒扁痘 毒扁痘 原来毒扁痘 对一些眼方面的问题 是很用得着的 比如有些人的严重的近视也很厉害 或者是散光也很厉害 也可能是眼睛的 眼睛的神经痛 这是一个毒扁痘 毒扁痘有时候会眼红 有很多飞蚊 或者觉得有点闲光的感觉 尤其是眼睛受了伤 或者之后出现那个青光眼 会有的 有些人眼部受伤之后 跟着青光眼出现 或者可能眼部做了手术 跟着青光眼出现 还有眼睛的瞳孔 有收窄的感觉 发现看到的东西好像不稳定 好像真真真真 亦都近视很深 闪光也很厉害 还有夜盲 亦都怕光 很容易流眼水 还有眼睛的症状 还有眼睛的症状 还有眼眠的感觉 也有时候就因为白后症的后遗症 导致眼睛的聚焦 看东西方面出现问题 有时候眼的肌肉有种抽缩的感觉 眼球的头颅 有时候眼睛的症状 有时候眼睛的症状 有时候眼睛是针不开 眼皮觉得很僵硬 或者有时候打不开 或者是闪不到眼睛 你也看到了 什么情况之下 我会考虑毒脸痘呢 如果那个人本身 是深度近视 和他那个 散光很严重 在这种情况 你见到的青光眼 我们可以考虑 用Fysol Stigma 这个毒脸痘的疗剂 刚才提到有鹅 鸿 还有毒脸痘 还有没有其他呢 另外一种我跟大家介绍 这个同样的疗法里面 一般不是经常用得着的 但在适当的时间 你就是要用的 这个是叫做 Comoclardia dentata Dentata Comoclardia dentata 中文我们叫做 菇傲 是一种植物来的 是一种菇傲 好了 Comoclardia的症状 当然是那个 青光眼的感觉 他的眼睛好像很胀的那种感觉 眼球好像觉得很大 过分大一种胀胀的感觉 还有哲状神经线 Comoclardia 也有一种的症状 令到眼睛好像觉得大和凸出来 这个症状是右边比较差一点 右眼是比较严重一点 还有他就不喜欢接近一些暖炉的 火炉热的地方 他的眼睛会觉得不舒服的 也都感觉上眼睛好像在里面 是逼迫他出来的 在左边那边 他有时只看到 视力上 左眼只看到 有点灯光的跳动 任何眼球的动作 令到很不舒服的 这个是叫做 Comoclardia Comoclardia Dentata 我过去也都见过 有些病人 他的眼睛是凸出来的 好像变了形 简球好像变了出来的 这个症状 Comoclardia 也是青光眼 经常用得着的 我刚才所说的方面 通常青光眼 我过去遇到很多 其实他通常都不会觉得特别痛 但是当然青光眼 有些疗剂是特别痛的 例如我现在介绍 另外一种 这叫做Spigeria Spigeria Spigeria 这个叫Pink Wood 我中文叫做赤棉草 Spigeria 但是Spigeria 我过去通常是用一些 面部神经痛的 有些人是 第五条面部第五个 头颅神经第五个是很痛的 他发现 这种神经痛是经常遇得着的 好了 在眼部那方面 当然 眼部的 瞳孔放大 我亦都是一种 类风湿性的 风湿性的 眼的 眼的痛的问题 也都感觉 他的眼睛好像很大 也有一种压迫的感觉 压迫的痛 你的眼睛动 眼球的时候 是感觉有一种压力的痛 那种痛是很严厉的痛 眼球附近很严厉的痛 亦都深入到眼窝里面 眼睛里面 好像有些针在刺入那种痛 有种针刺来刺入那种痛 例如面部神经也是 他感觉上 他形容 就好像有些针刺入那种痛 当然会大量流眼泪 有些眼泪 有些眼泪是有一种稠的 有一种刺入那种 眼会红 眼会本身痛 有一种拉扯的那种痛 亦都发现 眼周围有一种黄的 大黄的 黄的环 是拉着痛 很严厉的 眼眠有时就觉得 差不大 亦都觉得眼眠 好像很僵硬那种的 感觉 亦都有时候 觉得眼眠 向外反 有种这样的 眼眠向外反 亦都是经常要眨眼 亦都有一种情况 Spy Jerry 的人 配眼镜 常常都是配不到的 很难配的 很可能聚焦的能力 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人 常常都是 配眼镜有问题 亦都有一种 邪士 是怕光 Spy Jerry 是赤面草 在什么情况之下用呢 我们发现 如果他有一种 面部神经 第五条神经 是很痛的 神经痛 那种痛 就好像有些尖锐的物质 然后有些针 来捕它 这种痛 这个就是Spy Jerry 这样的症形 刚才你所提到 有青光眼的人 某些人会有尿酸很高的情况 同类疗剂有没有一种 专专针对 尿酸高 又有青光眼的呢 好了 大家来问得很好 在同类疗剂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用疗剂呢 疗剂那个治疗 那个范围 是很广泛的 有一次同一个疗剂呢 是可以处理 不同的 症状 可能是同一个病人里面的身上不同的症状 那也都是同一种病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疗剂 好像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 原来在青光眼有很多很多的疗剂 那我们在之前呢 就日本那些科学家发现 青光眼的病人呢 他除了发现他的那个维他命C 是比较低 水平比较低 原来呢 他们很多是有个尿酸过高的 那大家一听见尿酸过高 通常会想到什么病 痛风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一有痛风的人是很痛得很辛苦的 那他通常就要戒口 不能够吃那些内藏 又或者有些 食物呢 会会引发尿酸高的那些 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个 一个病人 那他除了他有青光眼 他也有个 有个痛风或者尿酸高的情况 那这个呢 我们肯定就会用这个 疗剂呢 叫做什么 叫做 Kochicum Autumnale Autumn是秋天 Kochicum 英文是叫 Mudo Saffron 秋 水 仙 Kochicum Autumnale 其实呢 这个疗剂呢 在现时的西医 就是我们对抗性医疗呢 都是经常用在 治疗 治疗那个痛风的人 嗯 那只不过呢 在同类疗法的 採用的疗剂之下呢 是将原来的那个物质 是经过很多次的稀释 稀释到呢 基本上原来的那个物质成份呢 是已经可以说 不存在的 是 那同西医的 用西药的 应用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性质是有点不同的 那虽然呢 在 在西方的医疗 我们所谓的 其实同类疗法 属于西方医疗 那在那个 对抗性医疗里面呢 在治疗痛风呢 都会用这个 同一个 的药 叫做 Colchicum Ordenale 那但是同类疗法呢 是将它稀释了才用的 好了 如果遇到一个病人呢 他本身呢 有痛风 尿酸膏 那同时呢 他也有那个眼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考虑呢 是用这个 抽水纤 好了 那看看 在 这种的 Colchicum 抽水纤 眼的症状呢 哪有包括什么呢 包括呢 眼是凹了 眼呢 有一种 是 注视的眼 看到人 望近望望 眼鸿鸿鸿 有这样冲血 或者好像眼有眼凸 也有一种 散播性的发炎 并且充血 那当然呢 眼球的周围 会很痛 那这种痛楚呢 会伸展到 后腦的 有时候眼睛是半开 有时候看到下边的眼帘 也会在户外空气刺激风吹之下 也会有流眼水 眼水有一种稠的眼水 有时候有一种强烈的 撕裂的眼疼 眼周围眼睛会红 会生气 也有一种发炎的现象 所以一般性的眼的发炎 眼挑针都有这种 在秋水迁里面都有这种眼的症状 但最主要是应用的原因 因为有尿酸膏 也有加上青肝眼的问题 我就会考虑 用Colchicum alternatis 再介绍另外一种尿剂 听名字 是否用来医医蛇毒 这个名字 叫做Rattlesnake Bean 拉丁文叫做Cedron C-E-D-R-O-N C-E-D-R-O-N 其实是一种响尾蛇斗 原来Cedron在传统的民间医疗 过去通常是解蛇毒 例如你被蛇咬到的时候 其中一个尿剂 就是Cedron这个尿剂 Cedron除了在 过去 惯用在 解蛇毒 原来在青光眼都有 可以应用得到 眼部的症状 就是眼红 好像火烧那种感觉 在左眼有种蛇痛 眼球是很严厉的痛 痛到那种痛是一种 可以放射性的痛 在眼的周围 还有一种好像被灼热 水灼热 的感觉 还有流眼水 还有是 定期性的 眼球的痛 所以眼痛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但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如果你发现 你看到的东西 在夜晚看到的东西 是有一种 有一种红的 好像这些 物件有一种 红的 而日头 日头是黄的 如果是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如果你在那个青光眼 你见有这个 晚上的东西 看起来 好像有些红的 而日头是黄的 这个就是 Cedron 这个的 响尾蛇斗 好了 我最后再介绍多一只 有了多少时间 这个是叫做 Coculus Indicus Coculus Indicus 我们是一种叫做 印度的 防御 印度防御 Coculus 通常 我们在什么情况之后用呢 是我们经常用得着的 香港人很多时候 是喜欢去外旅行的 外旅行 就有什么 通常有时差 睡得不好 或者很可能 因为某种原因 要照顾病人 照顾十元仔 那导致是捱 捱到自己 那个 生理 始终 搞乱了之后 他就睡不着了 这个是我比较上 是经常用得着的 即是失眠 导致的 问题 好了 如果 如果 如果有个病人 发现 他的眼睛不舒服 比如眼球 好像 扯出来的 头痛 好像 拔出来 眼睛 眼睛要打开 而不动得到 眼睛 有一种 很暗沉的感觉 还有 经常都觉得眼 眼里面 好像在 打转 和一种抽痛 眼睛 或者眼黏 这种抽缩 感觉 也有时候 好像 有些灰尘 刺激 眼黏 发炎 眼黏肝 眼黏 好像 一种 痰漫的感觉 眼球很痛 也可以 好像一种射痛 这种感觉 不适的症状 眼当然有 不适的症状 痛的症状 发炎的症状 但同时 如果那个病人 是因为 长期失眠 因为要照顾 人家 长期失眠 导致 这种 青光眼 大家可以考虑 用 印度 防御 Coculus Indicus 这个 同类疗剂 和大家 开头说 其实很多很多 疗剂 我只不过 介绍一些 我有机会常用得着的 疗剂 给大家知道 和疗法的 治疗 青光眼 其实 都有 很丰富的经验 今集的时间 差不多了 其实 青光眼 都不是 绝症 如果不幸 有青光眼 的话 其实自然疗法 或者同类疗法 都是有得医的 今集多谢完医生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完医生回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拜拜 好了 拜拜